政府在明年度财政预算案 编列史上最高的 950亿令吉发展拨款 可是外界抨击 只有大老板和财团 才可以得到好处 不过首相伊斯麦沙比里对此 否认到底 首相今天出席土著承包商协会的年度峰会时指出 这笔发展拨款不止大计划 也有很多小项目 例如在乡区修建道路 铺设水电设备 所以只要是有能力 任何人都可以承包工程 至于东铁在内的大型基建工程 也会创造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 人民或商家都会获益 在众多项目当中 G1到G4等级的小型承包商 一定有机会得到工程 接着 人们在乡区修建道 在乡区修建道 在乡区修建道 在乡区修建道